在這次的防疫工作當中 指揮官陳時中 他分別在媒體創下了 八成以及九成的高民調 但是國民黨跟台灣民眾黨 卻陸續地傳出 要把陳時中換掉的一個想法 針對這樣的一個意見 其實行政黨蘇貞昌表示 非常的不認同 來聽聽他怎麼說 陳時中部長做得非常專業 非常負責非常好 我們不會換 但大家可以從每天機關 屬的記者會上看到 這是一個非常辛苦 非常團隊合作的工作 大家專業分工合作無間 而陳時中部長 在第一線指揮防疫工作 做得非常的好 那很多的工作 更需要更大的團隊 來集體大家分工 並且幫忙 所以他表示 陳時中在這一次的 一個防疫工作當中 做得非常的稱職 那他也強調 其實整個防疫的工作 是必須透過上到指揮官 甚至到最基層的一個鑰匙 甚至基層的人員 來一起做才有辦法做到的 那針對防疫的另外一件事件 是BBC報導 有一位英國的情侶 來到台灣接受隔離之後 去抱怨整個台灣的一個隔離措施 其實就像是監獄一樣 那麼他此話一出 也引發了爭議 蘇貞昌表示他非常的不認同 這樣的一個說法 他也認為這只是他個人的情緒 因為有其他的一個外國人 在台灣接受隔離 也都是受到了公平的對待 那麼在經過外交部溝通之後 BBC也現在是立刻把這篇報導給刪除 避免去灼傷了台灣的國際聲譽 以上現場最新情況 時間盡頭交還彭音主播